回了院子 冉淫先到寝房中洗过脸 换了一套舒适的衣物 末发松松地窝了一个剂 透出些许慵懒随意的味道 行娘估计认为 只有温柔端庄才算好 给冉淫弄的所有装扮 都不遗余力地掩盖她身上冰冷严肃的气息 冉淫也从来不反对 她不是一个喜欢按部就班的人 从前呢是没时间打扮 现在既然有条件 改变一些也很好 收拾妥当 到厅堂时 看见依淼淼一袭豆绿色的骑凶纱裙 寄坐在席上 末发晚成一个灵秀的追忌 上面点缀着几朵银色穷花 白皙的皮肤如上好的羊纸玉 尖尖的下巴连着纤细的脖颈 胸口露出一片不大不小的银白肌肤 几缕散碎的发丝被下风轻浮 调皮地在脸颊上挠动 因渺渺察觉有人进来 微微抬头 顺手扶了扶并边的碎发 看着染颜轻轻一笑 低下头放妥了手里的杯子 才优雅起身的 阿颜 这真是一个 处处精致典雅的女子 染颜也不禁在心里赞叹 都说鹰家女儿是典范 倒也不是特别死板 染颜微微一笑 看着她含着水雾般的碱水秋桶 生怕不够温柔吓着她 碎放缓声音道 苗苗身子如何了 可还有哪里不舒服 只是那日吓得很了 心里有些不舒服 倒也没什么 这会儿好多了 因渺渺的声音 如人一般柔柔的 染颜不禁想起了在水泄上时 她满面笑容地提出要玩捉迷藏 总觉得和现在表现的性子 有些出入 不过也不排除当日人多热闹 她心情好的缘故 闪眼目光 在她泛着淡淡粉色的指甲上面 一扫而过 询问道 苗苗今日来找我 可是有事情 因苗苗浅笑道 没有事 难道就不能来找你吗 接着 似是想到什么 垂下眼伤感道 阿言莫要怪我 你知道 我们殷家的女儿 便是连交友都被管着的 你被染伯父送到庄子上 他便如忘了你这个女儿一般 苏州城中 都道你是被染氏放弃了的 我 我自然 也不能来看你 闪眼正住 他没想到 因苗苗会如此直接的说出这些 在阴符这样严格的教养下 因苗苗能坦然说出这样的话 要么是当真珍惜她这个朋友 要么是一种争取她好感的策略 或者因苗苗本身 对阴符的严厉 有种叛逆心理 染淫一时看不透 是属于哪一种 事到就是如此 我不怪任何人 染淫心想 啊 走成园主 都这段气惨经敌的大部分原因 还是因为性子太懦弱了 实在不能怨天尤人 阿言和以前不同了 日后定然能过得更好 因苗苗由衷道 染淫听她说的真诚 便也不再多说 笑道 但愿能瞅你几眼 邪娘端上来两碟糕点 庄子上不常招待客人 邪娘只做了一两样备用 幸亏今早做了一锅 否则现在只能请客人喝茶了 阿言 你的势必现在没事吧 因苗苗问道 染淫余光 注意着因苗苗的表情 道 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没有生命危险 昨晚醒了一回 也不知道她惹了谁 竟是要杀死她 因苗苗叹了口气 唉 在阴府出了这等事 一下子莫名被害两人 家里面这几日草木结冰 真真是让人心惊 还好婉绿姑娘没事 否则真不知要与你 怎么交代 苗苗苗不必自责 软爷抿了口茶水 抬头 壮色无意地问道 你的势必 茶会那日都在你身边吗 提到那日的情形 因苗苗脸色 有些泛白 道 前两日 卫娘帮着阿娘准备查验 说支里的人手不够 便借了我身边一个士币 去用几日 没想到 卫娘 闪言回忆了一下 发现对这个人并没有印象 因苗苗点头道 去阿爷前年大的妾室 阿娘身子不好 阿爷便让他帮忙 管家中一些繁琐之事 卫娘 那日查验上 闪言倒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人 正想着 却听见少明急呼 娘子 娘子 不好了 闪言朝音 渺渺渺的一笑 起身走到廊上 看见少明 如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 娘子 吴神医被噎住了 我帮他拍了一会儿 可是情况越来越不好了 脸色都有些发惊了 闪言匆匆跑到 吴修和居住的院子时 却见他刚刚缓过劲来 因被噎得久了 脸色还泛着清白 看见闪言过来 老脸微微一红 咳到 是七娘啊 不履匆匆 有事找为事啊 吴神医 您刚才 少明生怕阮言无以为他谎报 联盟要解释 却被吴修和一个灵力的刀子眼 给堵了回去 阮言吐了口气 没事就好 我那里还有客人 就先回去了 吴修和白白手道 哎呀去吧 都是这个小子大惊小怪 我没事 阮言事宜上明一起走 出了大门 阮言边走 边问道 怎么回事 您之前交代我 回去吴神医说 傍晚再来看他的事 我就折回去了 到了门口 就看见吴神医正在用手 抓了一块红烧肉 他一瞧见我 便将一大块肉全塞入口中 一时又见不下去 我看他噎得难受 便上前帮他拍背 可谁知吴神医 死活都不肯吐出来 硬是往下咽 我看情况不妙 便急忙去找您了 寿明很是委屈 同时 吴修和神仙飘飘的形象 在他心目中轰然倒塌 阮言忍不住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他这个平衣师傅 太能逗乐子了 明明是个粗人 非要装得先锋倒鼓 这下可是露馅了 阮言这一笑 如春花绽放 美丽不可芳物 少明只觉得眼前发花 只有他眉眼之间的笑 周边的一切都瞬间暗淡 阮淼淼站在廊下赏花 看见阮言进来浅浅笑道 阿爷 别的牡丹都谢了 你这一株还开得正好呢 是啊 许是品种不同吧 阮言只能如此回答 他心里不知道该怎样与阴淼淼相处 阮言外表看起来严肃冰冷 其实私底下与朋友相处十分随意 什么都可以聊 衣服 男人 香水 但他与阴淼淼似乎距离闺蜜的交情 有很长一段距离 很是拘束 稍微顿了片刻 阮淼淼淼身 七夕我们在平江河游船上当 到时候你也来吧 大家都很想认识你呢 阮言一日之内名声大震 一下子将苏州第一美人齐六娘给压了下去 贵女们出于好奇也罢 有心结交也罢 纷纷请音淼淼前来邀请染炎去游船 音淼淼走下廊 示意染炎往凉亭里走 两人并肩而行 音淼淼温柔的声音唯唯道 想必你还不知 今早有十一家去染府提亲 这十一家都是有些根基的世家 其中还包括岩氏 整个苏州城一半世家都欲求取你 这可是连齐六娘都不曾有过的 他们自然会对你好奇 再加上你会医术 风头一时无两 也许会有些人不服气刁难于你 若是不想去便不要去了吧 音淼淼依旧是有话直说 而不似一般贵女那样 绕几个弯弯道道 染炎对她这样的性子颇有好感 于是说话也多了几分真诚 我心里呢 是不想去的 不过也许不去也得去 这事情可由不得我的喜好 世家的女儿就是如此 一些邀约即便再不想去 为了家族利益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也必须得去 还得去得欢欢喜喜 你说的倒也是 音淼淼笑道 因着两人均透露出些许坦诚 所以说起话来也少了些拘束 音淼淼拉着染炎 在开满金银花的凉棚中坐了下来 小声道 今早 炎家请了苏州城最有名的兵人去提亲 你猜猜说的是谁 闪眼想了想 炎家 炎芳妃不就是炎家的嫡女 树戳旁枝散且不提 炎芳妃下面有一个幼帝 上面有两个兄长 一个娶了王室的嫡女 已经与有一儿一女 另一个在乌城县做主部 据说是年轻有为 是炎二郎 呀 就是给你猜对了 音淼淼弯着眼睛 透出一丝细血 莫不是你心里 就是想着炎家二郎的 阮炎稍稍放了心 这样一来 阮文一定会退婚的 秦圣佐的家族远远不如炎氏 阮炎敢肯定 在阮文心里 势力 钱财 比虚无缥缈的名声 更重要得多 否则 他也不可能因为花了巨资 而只娶到正式庶女 耿耿于怀 音淼淼伸手 在阮炎面前晃了晃 居然当着我的面 就开始思春 哪里 我对炎二郎 没什么印象 阮炎说了谎 他刚刚略移回忆 才惊觉 圆主记忆里 这个人 简直占据了一半的位置 看来真是对炎二郎有益 音淼淼笑道 有何不好意思 以你才貌身份配给炎二郎 我都觉得屈了 毕竟你的母亲可是行阳正式呢 阮炎心道 这才是重点 炎家恐怕 也就是看上了这一点 阮文不知好歹 抛弃了行阳正式 这个金字招牌 可阮炎身上 留着正式的血脉 这是无可辩驳的 谁娶了阮炎 只待归家后 打发他去正式走一走 这个关系就攀上了 以前阮炎病入膏肓 阮家又弃之不理 因此无人问津 如今他身子痊愈 并是无才无貌 恐怕炎氏照应会提亲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 彼此热络了许多 当真有点闺蜜的意思了 又在亭子里 续续叨叨了一会儿 行娘便来换两人用饭 阴苗苗只犹豫了一下 便留了下来 让行娘去二门那里 换她的士币过来 闪炎奇怪道 你的士币都不尽身侍奉吗 阴苗苗顿了一下 道 原也是与大家一样 可自从樊春出了事 我瞧见谁都心里堵得慌 能不见也就不见了 闪炎点点头 看向门外 随着行娘一起进来的少女 约摸有十六七岁 一袭浅黄乳裙 输了两个压迹 脸目垂眸 显得十分沉静 进来之后 朝阮岩坐的方向 欠了欠身 道了一声 见过是七娘 阮岩应了一句 便让她过去伺候自己主子 从始至终 她连一句多余的话 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阴氏的家教 也果然名不虚传 阴苗苗每一个动作 都无可挑剔 阮岩注意到 她连左右咀嚼的次数 都是一模一样的二十八次 阮岩虽然觉得 餐桌礼仪很重要 但标准到这种地步 实在令人胆颤 吃东西的乐趣 也失去了大半 默默无语的一顿饭 刚刚结束 新娘在外头 便听到院外 响起了脚步声 心中猜测 可能是主愿来人了 于是连忙上茶 伺候染颜 和音苗苗漱口 果然 几夕之后 就看见高氏 领着一群 士币小厮过来 高氏 还是那样美艳逼人 一袭暗红色绣花螺裙 云并高际 每眼间都存着笑意 不知是真的不晓得 音苗苗在 还是假装 面上微微诧异 而后立刻寒暄道 不知今日音三娘来做客 我突然过来 也未曾打过招呼 没有打扰你们吧 没有 苗苗也正要告辞呢 音苗苗连忙起身见礼 染颜看着他们热络的 你来我往 缓缓起身 冲高氏行礼 见过二娘 快别多礼了 高氏笑意盈盈地 虚服了染颜一下 转身 令身后的士币小厮 把东西都放在一边 我早上便打算过来了 可是你阿爷说 这里有府兵把守 不能随意进出 我将将与刘四十请示过 这才能进来 高氏热情地招呼 音苗苗道 来来来 多别站着了 三娘也坐吧 福利忙得很 我交代两句 便得回去了 音苗苗正打算走 但高氏这么一说 他倒是不好耽误人家时间 又不便听染颜家事 只好说 去外面凉亭中看看花 高氏也没有阻止 记作之后 高氏对染颜道 我过来呢 给你送些穿的用的 还有这七个奴婢 从前你不要 我怕影响你心情 便不好硬塞给你 可现在病愈了 你阿爷决定 八日之后经你回府 势必可不能再这么含糊了 从前的染颜是不敢要 本来就已经病入高荒 哪里还敢在身边 放上高氏送来的人 嫌命长 还是嫌日子过得太舒心 这几个 我先试用看看吧 若是不合心 回到府里 二娘可要做主帮我换一换 染颜淡淡的 那是自然 高氏爽快地硬下 丝毫没有不渝之色 因着只几日就恢复了 我便没有送太多东西来 你且委屈几日 我会尽心布置你的房间的 两年都委屈了 还差这几日吗 染颜心里这么想 却不能这么顶撞他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更何况得罪高氏 除了能逞一时口舌之快 旁的什么好处也没有 碎扯了扯嘴角 道 那就辛苦二娘了 有你这句话呀 再辛苦 我这心里也舒坦 高氏明媚的眉眼 带着淡淡的笑意 说不出的温柔 他交代完事情之后 并起身道 如此 我便回去了 你去招待殷三娘吧 不用送我了 高氏出厅门时 正遇上端着茶水进来的行娘 美眸淡淡扫过行娘手上的茶具 风润的唇角微微一勾 应了一声行娘的问安 并领着势必离开 高氏绕到了凉亭那里 准备与一秒秒道别 却听闻门外一阵喧闹声 隐隐传来一个女子的疾呼 夫人夫人出大事了 夫人出大事了 高氏固步的离书 皱眉朝门口走去 音淡淡和染颜也被惊动 相视一眼随着跟了过去 到了门口 见府兵正拦着一个粉山少女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